我没有头 我真的没有头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每个人呢 都会犯这种无心之过 算了 我不会怪你的 我真的没有头 陪我 反正东西已经找到了 你可以回去了 少奶奶 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要叫警察来 来 咱们何苦为难他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他这么做可能也是生活所迫 算了 回去吧 便宜你这个小贼了 还不走 等一下 手脚不干净 怎么能让你碰少奶奶的衣服呢 这件不用你绣了 你走吧 我 这个小鬼 应该不敢再踏进郑家一步了 我再慢慢想法子 把他们赶出府中 哪来的小花儿呢 来 停车 你不是在泉州的西街表演的那个小孩吗 怎么会到这儿了 你不认得我了 不 我认得 我在公园见过你 什么时候到福州来的 那个洋行的经理没有去找你和你弟弟 什么洋行经理呀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你跟我进去 我有话跟你说 福尔 把衣服收拾一下放楼上去吧 是 老爷 爸 是 ビート 这位居家家人的股票 是 你会说是什么儿子 的 你们快点儿 并不闭着 热闹路 但你不明显 你会不打批地 是 你不明显 你不明显 这事情必须追究 要把真相弄清楚 这个孩子我认识 别的我不敢说 但我确定 他不是个贪非分之财的人 他不会偷你的戒指 那有可能是我误会了 不过 我的戒指 确实是从他口袋里搜出来的 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 他怎么会在我们家 你的戒指又怎么不见呢 你来说 是这样的 这位是杨师傅家的学徒 我请他给少奶奶修补一件衣服 他做得不错 少奶奶就想多给他点生意做 好让他多赚点钱 就去找些衣服来给他绣 想不到他单独待了一会儿 少奶奶的戒指就不见了 你怎么会把戒指放到客厅呢 你不是个丢三落四的人呢 我 我也是忘了 老爷 谢谢您这么信任我 当时我真的没有偷少奶奶的戒指 不过少奶奶也是个好人 对我很好 我想可能是她给我钱的时候 戒指不小心掉到口袋里去了 所以才找不到了 但是少奶奶付给你钱之后 你应该把钱放到口袋里的呀 为什么没有发现戒指 而且还一副急着想逃走的样子 我没有碰过这个口袋啊 等等 这孩子惯用右手 他应该是顺手把钱 放进右边的口袋里 应该是你们有人站着他的对面 用右手拿的戒指 放进了他左边的口袋里 这 爸 那很可能是我看他衣服的时候 我的戒指不小心滑落进去了 对不起啊 我不该误会你的 没关系 弄清楚了就好 害我吓了一大跳 以后啊 不要这样忙忙壮壮的 虽然是个孩子 可是人格也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谢谢老爷 少奶奶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把东西放到楼上去吧 是 怎么办 爸爸送他回去 万一问出什么了 万一他看到小姐 万一 老爷 您用车吗 杨师傅的店离这儿远吗 不远 我走路过来的 不用了 散散步吧 老李跟着我 好 你和你弟弟怎么会到福州来的 西街那边有地头蛇 我们卖畅的时候会被赶走 所以我和弟弟听说 福州比较热闹 就一路过来了 难怪经理没找到你们 老爷 谢谢你今天帮我成亲 没事 我这个人哪 有个臭毛运 我喜欢清清楚楚 什么是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能含含糊糊的 你在杨师傅那里做学徒啊 杨师傅说我不算学徒 只是打杂的 不过他教我很多裁缝的技巧 他给你薪水吗 杨师傅让我们吃和住已经很好了 我们帮他一点毛也是应该的 何况他还教我们那么多裁缝的技术 我怎么好意思向他拿钱呢 你这孩子太老实了 不想多赚点钱吗 我听我儿媳妇说你刺绣很好 没想靠这个赚点钱 现在我的技术还不够好 等我修得更好了 才好意思向客人拿钱 你呀 别太谦虚了 对自己商品要有信心才能卖给别人 老爷 我到了 您要不要进去坐坐 不用了 我问你啊 我想请你到我们布庄做事 刚开始打杂 过一段时间做正式的店员 你可以接触到正式的生意 对你将来有好处 当然 我会付你薪水 好 慢慢考虑不用急着回答我 反正你知道我住哪儿 你要愿意呢就来找我 要不然找李爷爷也行啊 谢谢您 好 进去吧 加油啊 老李啊 你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 很乖巧 也有原则 跟老爷您哪 小时候有点像 胡说八道啊 我回来了 怎么刚回来呀 出去玩了 我才没有呢 我只是有点事情耽搁了 对了 这是收来的钱 这么多 拿来向我炫耀啊 不是啊 这个钱是要给师傅您的 不要 衣服是你自绣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快收起来 那是您给我的机会 我才能帮客人绣啊 对啊 啰嗦 好 赶紧收好了 免得让别人看见了 是我抢小孩子的钱 对了 你们多赚点钱 早点离开 别赖在我这儿白吃白猪的 那好 今天晚上我就请您吃大餐 我去买好吃的东西回来煮了 我也要去 好 我们一起去 走 怎么又回来了 吵死人了 爸 是我 你回来干什么 在外头吃苦了 受人欺负了 知道不好过了 我早就说过 你早晚会后悔的 现在回来求我了是不是 不是的 爸 我今天来 是跟您告别的 大姐给我找了一户人家 让我给他们的少爷做妾 添香火 他们是本地最有钱的郑家 你说什么 我辛苦养你这么大 你却给人家做小啊 你要不要脸哪 早知道你这样 生下来的时候 就给把你掐死 人家郑家 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又没有后死 要是我以后能给他们 生下男丁 或许我能扶正呢 这话说回来 就算我是做小的 只要我能生个儿子 我就能麻雀骗凤凰 将来整个郑家都是我的 你凭什么说我不自爱啊 混账 就凭你这番不知羞耻的话 我就再也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你 你妈为了生你难缠死了 她这条命 丢得不值啊 是 我知道 我妈妈是为了生我丧命的 所以你一直恨我 从小就不会给我好脸色看 就连现在我要嫁给有钱人家了 你还咒我 好 我明白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爱你的眼 来 杨师傅 这是牛肉 来 您尝尝 杨师傅 你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给你去找医生 臭小子 我哪有病啊 你咒我呀 那您就多吃点啊 杨师傅 这个是我妈妈教我的拿手菜 很好吃的 给 我胃口不好 你们吃吧 杨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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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师傅 我没事 躺会儿就好了 你们吃吧 姐姐 杨师傅一定是生病了 对 我明天早上去找医生过来 给杨师傅看看 嗯 快吃快吃吧 快吃快吃吧 到了 我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交好女儿 我没有交好 小云才这样贪慕虚荣 自甘渡我了 我对不起你呀 小云阳 小云阳 你怎么了 我可能把天睡多了 晚上睡不着 你睡不着啊 喝点酒就行了吗 你还让我喝酒 你之前喝的太多了 你少喝一点的话 我是不会跟爹说的 我要带你 我又不去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我都喝酒了 你一起喝酒 我肯定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真的照慰问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还要注意食补 慢慢就会好的 你这个江湖郎中 随便说说就要骗钱的 我的身子没什么病 你快走 没病我 杨师傅 你别这么爱生气 会伤身体的 你胡说什么 连你也要管我 我是关心你啊 以后你别再发脾气了 我可以吹口琴给你听 这样你的心情就会好一点 不要吹了 烦死人了 哦 药应该炖好了 我去给杨师傅弄药 你看一下店 嗯 别害怕 我先进去看看 欢迎光临 小朋友 你姐姐呢 他 他不在 他不在 他为什么那么害怕 他不会是认出我来了吧 不会吧 他没见过你啊 可是 不知道爸昨天 有没有见过他 跟他说过什么 别担心 相信我 好 你看 看 你 好 你 这 看 他们就没认出我们是饭店的扒手 他不会抓我们去警察局的 小朋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谁说我们没有认出你们 你们就是扒手集团的一分子 是啊 其实我昨天就认出你来了 只是不想让你在老爷面前丢脸 所以我就没说出来 你们俩逃到这儿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没想到还是难逃罚网吧 对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去哪儿了 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做扒手的 我们早就脱离扒手集团了 我们已经不做扒手了 你们做过扒手 就永远是扒手 犯过法的人 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走 跟我到警察局去 去自首 走 听说你们放过我们吗 我们真的不是自然做扒手的 你别吵啊 再吵 我叫警察来抓你们 我不许警察局 少奶奶 我求求你们了 放过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少奶奶 求求你了 谁让你们年龄小小 不学好呢 卫文 你说该怎么办 不能顾西洋间啊 犯了法的人 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一定要把他们给关进去 来 你们先起来吧 我看你们也怪可怜的 虽然你说你们不会再偷了 但我还是很担心啊 这样 你和你弟弟从今以后离开福州 走得远远的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 我就会把你们以前做扒手 和昨天你偷我戒指的事一笔勾销 如果再让我看见你们 我就一定会让警察抓你们 我们不要离开福州 我们要找爸爸 他们又在胡说了 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 看来 我也没有办法听你们说话了 只有让你们尝到 做扒手的后果 你们才会好好悔过重新做人 美方 别多说了 走 走 我不要急 你 你干什么 把孩子给我放下 干什么 杨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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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孩子是扒手 是坏东西 你收留他们 不怕他们吃里扒外 他们吃里扒外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你们凭什么到我这儿来抓人 你们想干什么 杨师傅 你这么袒护这两个孩子 就等于是窝藏犯人 你也是要吃官司的 还是让我们把他们带走吧 什么犯人哪 这么小的孩子会犯什么罪呀 再说 要抓也是警察来抓 还轮不到你们呢 给我滚 滚 杨师傅 滚 滚不滚啊你 杨师傅你干什么 出去 走 杨师傅你 滚出去 哭什么哭啊 人都跑了还哭 杨师傅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呀 我们做过爬手的事一直瞒着你 对不起 我们是被逼做爬手的 真的不是自愿的 嗯 你们是得跟我好好说说 怎么去干了这种贱目的人的勾当 没想到你们这么小的年纪 就碰上这么悲惨的事情 哎 但是我们真的做过爬手 哑巴哥还在牢里 嗯 干爹还在外面呢 嗯 嗯 他要是真的去通知警察 我们就要被抓起来了 嗯 嗯 别哭了 嗯 看孩子这么哀哭 没出息 那个少奶奶 怎么可能专程跑来抓你们呢 她就是再吃多了没事干 也不应该这么爱多管闲事啊 我想 她应该是 怕我们在偷她的东西 毕竟 我们做过爬手 真的是很不光彩 傻孩子 他们这种有钱人 除了自己的事 什么都不会关心的 他会专程跑来 一定是觉得你们 会对他造成什么威胁 我也搞不懂啊 不过 没事 你们就住在这儿 要是警察来了 由我来对付 谁也非想把你们从我这儿抓走 谢谢杨师傅 谢谢杨师傅 怎么又是谢谢谢谢 烦死了 药应该凉了 我去给您热一下 杨师傅 你真好 要是我爸爸跟你一样好就好了 去去去去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弄脏我衣服 怎么办 突然冒出个老头来 那么保护这两个孩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赶走啊 别怕 别自乱阵脚 小军小杰是小偷 有这个把柄在 他们不会乱来的 而且他们根本不敢接近郑家 朕你放心好了 可我看霸对小军印象非常好 万一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郑老爷的心机确实是很重 我一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他最近不会有什么动静 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 让小军小杰早早离开 那一定要快 如果让他们遇见了侍贤 那就一切都完了 这样 美芳 这两天 你找个理由 让侍贤去外地 剩下我们就有时间 处理我们该处理的事情了 好吗 好吧 你走吧 我去 上哪儿去了 我去给如瓶买点东西 该不会又去洋行找伟文了吧 没有啊 我没有去洋行 那你说给如瓶买东西 买了什么 没有看上喜欢的 所以我逛了逛就回来了 我听洋行的人说 是那个叶伟文陪你去逛的吧 是啊 我一个人上街总不太方便 有伟文陪着会比较妥当一些 那个叶伟文已经三十好几了 到了这个年纪还不讨个老婆 像什么话呀 而你是郑家的少奶奶 怎么能孤男寡女地和她走在路上呢 人家会怎么说呀 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清楚得很 事嫌她再怎么不对 还是你的丈夫 咱们女人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丈夫疼爱 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丈夫冷淡 那也只好忍耐 因为这都是命 哪有怨天尤人的份儿呢 要是不认命 那就是人家背后说的 不守妇道 妈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不是我说你 要是自己行得端 就不怕别人说 朕所谓 真金不怕火炼 你说对吗 对了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找媒婆 勿死了一个好人家的女孩 来给你做姐妹 这以后啊 你也有个伴儿了 上家也不怕没人陪了 这女孩过两天就会来的 你到时候带人可得亲热点啊 妈 您要给侍贤纳妾 你想哪儿去了 只不过是家里头缺人手 我想再多找个佣名 何况你出身不同 那一定要找一个 上得了台面的跟着你 那才像样啊 只不过 万一要是事嫌喜欢她 那你也得大放心 就跟人家好好地做姐妹 妻妾和睦相处才是好事 家和万事兴嘛 faud 只不过 我把衣服 funky 小子 都能搭ít了 这好怎么 города 我口渴 给我倒杯水 我嫁给你是给你当奴隶的吗 要喝自己倒去 你怎么了 你今天吃渣药了 你又上哪儿喝酒去了 整天身上都是一股女人的味道 没有啊 哪有什么女人的味道 你闻闻这里 这里 难道你自己闻不到吗 在外面应酬 难免有一些欢场女子给你倒酒 这不也很正常吗 你可以在外面胡来 我跟韦文说句话 就要被人说得那么难听 谁在外面胡来了 你在说什么呢 你在外面跟不三不四的女人乱混 你还不承认 谁跟不三不四的女人胡来了 我要睡觉 你起来 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不是说要跟妈谈一谈吗 结果呢 谈什么呀 吼啊 你还是没说是吧 是不是你自己也这么想啊 哎 我想什么了我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别跟我吼 如果你也想讨个小的 你就等着妈的安排好了 是些 我知道 你早就嫌弃我了 你还跟我说什么念刚书华的旧情 我看这些全都是借口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说什么你清楚啊 对于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恩人的女儿 如果不是因为我家有钱 你根本就不会娶我 好 既然这样 你就当卖给我了 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能生育 谁说你不能生育了 你不能生育是你自己弄的 你还想害如瓶 怪不得现在如瓶看到你就害怕了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她的母亲 没错 我是没有资格做如瓶的母亲 看我当初那样做还不是因为你 我看最没有资格说我的人就是你 你 你 你还差点害死如瓶 怪不得如瓶现在看到你就害怕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她的母亲 你 师姐 师姐 师姐你不能走 如瓶还这么想你忍心让她没有爸爸吗 我再这么想着她们母子 我真的会发疯的 美风 算我求你了 让我去安平找她们 我一定会回来的 师姐你不能去她不会让你回来的 我一定要去 你不要拦着我 是血 是血 你 你放开 好 如果你非要去找她的话 我喝着啤酒死给你看 你就算再怎么闹 我还是要去的 好 怎么了这是 又在吵什么呀 士贤 你又怎么了 美方呢 你说呀美方跟如瓶呢 美方她带着如瓶出去了 她们会回来的 她们会回来的 你听听你说的这个话 你怎么就这么默不关心呢你 反正她们会回来的 你 师姐 这 这 怎么 还没回来啊 是啊 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 这美方在胡闹什么呢 她 她说要带如瓶去死 什么 什么时候说的话 她在气头上说的话 不算数的 你个混蛋 她说这样的话你还让她出去啊 万一出什么事你 你哟 老爷 到处都找不到美方和如瓶啊 要多派些人找 老李 在 老爷 带上所有的人 赶紧去找少奶奶和小姐 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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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萍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很爱你 你比妈妈的生命还重要 妈妈舍不得你 放心吧 一会儿爸爸就会来救你的 在这儿等着好吗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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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找他人了 没见着人哪 美方 美方 小姐 如平 少奶奶 美方 少奶奶 如平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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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美方的邪吗 小姐 有可能就在下面 快 你们快下去找 好 好 朱萍 快手 走 朱萍 快走 美方 美方 你怎么样了 如平呢 如平呢 你醒了 好 好 如瓶呢 如瓶她没事 只是受了点惊吓 别担心啊 如瓶没事就好 你也真是的 怎么做这种傻事呢 我是不想活了 可是我舍不得如瓶 都是我不好 美方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看看你 都是你害的 你看美方她有多伤心啊 她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万一以后要是真的 你怎么对得起她啊 好了 别在这吵了 让她好好休息吧 好 世心 我为了你受了重伤 差一点要做一辈子的轮椅 我好不容易吃惊了骨头 才又站起来又能走路 但是却再也不能生命 等我能站了 你又跑出去找高树皇 你要怎样折磨我你才甘心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是你先对我不人 不是我对你不义 是先 你欠我的 我会要你的孩子替你还 对 爸 您找我 听说 听说 昨晚上你跟世贤吵架了 是为什么事 没什么 只是一些小事而已 我下次会注意的吧 世贤最近比较忙 应酬 应酬多一点 也许现在你还不适应 我早晚要把事业交给他去管理 总不能老让你来抄这个心吧 爸 其实我一点都不嫌累 真的 我知道你很勤奋 但是 以后这个家里人要多了 还是要你多费心呢 爸 难道您也同意妈再给世贤那个妾 什么 妈那天跟我说 要给我找个年轻的姑娘做丫鬟 其实我明白 妈的用意 就是想给世贤那个妾 这也是为了郑家的香火吗 可是 如果是为了郑家的香火 大可以放心 根本不是问题 世贤 那两个孩子已经找到了 你不高兴 没有 怎么会呢 我替世贤高兴还来不及呢 爸 这事我还没告诉世贤 我在考虑怎么安顿这两个孩子 你做事情比较周全 所以我先跟你商量 你看 是直接让孩子住进来 还是先让他们在外面住一段时间 等大家都适应了 再接回来 爸 这一事我还真没有主意了 要不然我先想一想 想好了再回您的话 好好 没关系 慢慢想 老爷 车备好了 以后 这些事情我会先跟你商量 我出去一下 您慢走 好 喂 赵叶副总 好 卫文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借你 老弟方见吧 好 你看 尽力儿 每方 你这么急着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怎么办 爸已经找到那两个孩子了 不可能啊 之前我已经交代下去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郑家知道 再说 如果真的是那两个孩子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是真的 爸真的找到那两个孩子了 要不然 就是那两个孩子 自己找上门认清的 这怎么可能 他们又不认识他 如果是这两个孩子的话 我也会照你的意思 不让他们踏进郑家大门一步的 妈要给世贤纳契 爸要把高淑华的孩子接回来 这个家 哪还有我和如平的立足之地呀 我该怎么办 妹方 别怕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爸 老爷 我一路跟着你 我一路跟着你 没想到你让我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什么都别说了 我还要我这张老脸 有话回去再说 没方 你别怕 我陪你去 你陪他 你是什么身份呢 老爷 洋行你也不必回去了 在家等着吃官司吧 还不走 我 您好 我 你不想要你 我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你 你挡着不让孩子回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妈 您听我解释 我 你说你要尽力去帮我找 原来都是在骗我 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 怎么忍心让他们母子流落在外 师姐 你听我说 你说 我听着 老爷 孩子到底在哪里呀 你快说 我去把孩子接回来 我要是知道孩子在哪 我早就把他们接回来 你不是说孩子找到了吗 我会那么说 一方面 是要给这个事情先打个底 二方面我以为 每方更在意的是 你要给事前取个小的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反应很奇怪 更想不到的是 我一出门 你转身就给伟文打电话 你看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他跟伟文有事 你就是不信我 爸 妈 我跟伟文真的是清白的 没方啊 美方啊 其实 我早就听到一些闲言闲语 但我总想 一个是我儿媳妇 一个是我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 怎么我都不相信 可前两天晚上 你和伟文在我们家院子 还有刚才的情景 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什么 还在我们家院子里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呢 你这样叫我们郑家的粮往哪放啊 没错 我是对伟文哭过 但是仅此而已 我们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 因为除了伟文 在这个家 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 没人会站在我的立场为我着想 更没有人体谅我的心酸和痛苦 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对象 难道这样也错了吗 你不要再说了 你们所做的何止是这样 你们还联手设计赶走我的孩子 串通了各个分行经理 隐瞒事实 我问你 如果找到了孩子 你们打算怎么做 是要赶走他们 还是要害死他们 你说呀 我 你口口声声说 要帮我找到孩子 原来一切都是在骗我 一切都是在骗我 不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很害怕那两个孩子回来会抢走如瓶的爸爸 你不要再拿如瓶来当借口 在你眼里 如瓶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危险我的工具 事先 如瓶是我生的 我怎么会不爱他呢 我真的很害怕 有多少次 我都想好好跟你说说我的感受 可是这么多年来 你有把我当作你的妻子吗 你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只有卫文关心我 只有卫文愿意听我说这些话 够了 我告诉你 我不在乎你跟他怎么样 既然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跟卫文在一起 你把如瓶给我留下 把属于你们罗家的东西全部带走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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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给我滚 够了 越说越不像话 这是你求的结果吗 我会把卫文革职 秦葬公款的事情 我会提出你 那些和他一起串通 隐瞒孩子真相的人 我会一个一个查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其他事情就算了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了 怎么能这么就算了呢 你还想怎么样 把事情闹大 让外人看我们笑话 可 可是 las 都 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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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嗯 t 如萍 妈妈你别哭了 妈妈不哭 如萍 你讨厌妈妈吗 我最喜欢爸爸和妈妈 还有爷爷和奶奶 那这四个人当中 你最喜欢谁呢 我最喜欢爷爷 然后呢 第二个喜欢谁 第二个喜欢 喜欢爸爸好了 那你不喜欢妈妈了 要是用别人来做你的妈妈 也没有关系吗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别的妈妈 老爷 真相不是这样的 少奶奶不想外面的孩子回来 她是为了正家好啊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这 世贤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了吗 世贤 你要相信我和美方 我们从小到大 你还不相信我吗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你走吧 老爷 我是清白的 非要等我轰你吗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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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世贤 我不可以不清不白地走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正家好 我在正级洋行做牛做马 难道这些年 这笔账可以一笔勾销吗 把它轰出去 这些 不好意思啊 叶副总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多多包汉哪 你别太仗势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等着瞧吧 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个恩人的女儿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家有钱 你根本就不会娶我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当卖给我了 你有什么资格嫌我不能生育 谁嫌弃你不能生育了 你不能生育是你自己弄的 你还想害如瓶 怪不得如瓶现在看到你就害怕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她的母亲 没错 我是没有资格做如瓶的母亲 可我当初这样做还不是因为你 我看最没有资格说我的人就是你 你不要再说了 你们所做的何止是这样 你们还联手设计赶走我的孩子 传统了各个分行精力隐瞒事实 我问你 如果找到了孩子 你们打算怎么做 是要赶走他们 还是要害死他们 你说呀 我 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找到孩子 原来一切都是在骗我 一切都是在骗我 不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很害怕那两个孩子回来 会抢走如瓶的爸爸 不要在那如瓶当借口 在你眼里 如瓶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威胁我的工具 是 是 是 师兄 侍仙 你开开门好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你不要来烦我 侍仙 毕竟我们夫妻一场 你难道一点机会 都不给我吗 侍仙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站队我好不好 侍仙 你不愧是 你不愧是 我愧是 不愧是 有 很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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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